大汉奸汪精卫,子女不仅过得好,还个个超长寿。 抗日战争一共打了14年,要说小日本能在中国肆虐这么久,除了因为国力比中国强大以外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存在住大量汉奸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些汉奸为日本人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数量最高时不过200万,但是汉奸伪军的数量远远不止400万。 这让中国也创下一个尴尬的记录,唯一一个伪军比侵略军还多的国家。 而这些汉奸中,最出名的就是汉奸头子汪精卫。 汪精卫早年加入同盟会,宣传三民主义,痛斥康有为等人的保皇论,刺杀摄政王在封被捕之后,还曾想以死报国。 可以说他早年还有点出息,但是性格上的致命弱点,让他最终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。 被日本人淫威所下道的汪精卫,助纣为虐,不仅农化人民,还组织伪军,镇压抗日武装,从此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1944年11月10日,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。 他一生育有六个子女,除了一个早妖之外,其余五个居然都出奇的长寿。 长死汪文英。汪文英出生在法国,在德国留过学,回国后当过军需处长。 汪精卫知道自己当了汉奸,以后子女肯定是过街老鼠,因此他在卫期间,大肆敛财,并存进了瑞士银行,交给了汪文英保管。 汪精卫死后,汪文英利用这笔钱把四个弟弟妹妹养大。 他现在宜居美国,住在加州,今年得有105岁了。 长女汪文英。汪精卫对他很是宠爱,但是他对父亲的做法并不认同,偷偷参加抗日活动。 和其几位子女低调不同,汪文英最高调,他自认为父亲的污点不能影响到后辈,因此他对自己的身份毫不避讳,甚至有问必答。 他曾经在香港从事教育事业多年,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。 当年出生时他是个早产儿,只有1.3公斤重,医生都说他可能活不大,没想到他也出奇的长寿,甚至80岁时还骑马,他的丈夫92时还自己开车。 刺女汪文英。 刺女汪文英。她是几个子女中最特别的一位。 汪精卫宣布当汉奸时,他被歹徒绑架,精神受到了刺激。 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不仅没有惩罚他,还给了他一个住的地方,隐姓埋名20年当农民。 后来宰大哥的帮助下去印尼定居,还成为印尼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。 不过之后看破红尘,选择了出家做修女。 三女汪文英。 汪文英曾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,抗战胜利后,他跑路香港,后来成为香港大学教授,教授学生中国文化,不得不说有点讽刺啊。 几个兄弟姐妹中,他寿命最短,2002年八十会去世。 四子汪文体。汪文体是唯一一个因为他父亲受牵连的,被判汉奸罪,坐牢一年六个月。 移居香港之后成为香港建筑行业的佼佼者。 2005年回国继父,看到他父母的跪向还曾嚎啕大哭,但并未要求拆除,而是说一句做了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。 现在看来汪精卫一家,最惨的也就只有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军了,被判无期徒刑,最后死在监狱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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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